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俄罗斯在传统时代和我们今天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有点类似 土地是归这个村社所有 然后分给农户耕作 而且每隔三年就要收回来重分 因为要保持平均 那是平均主义是很严格的 每隔三年就要收回来重分 而且除了大田耕作以外 农业生产的很多环节也是集体进行的 比如集体修水坝 集体建立仓库 集体建立面包房等等 因此斯大林说 我们俄国的农民和西欧农民不一样 我们俄国农民有集体主义传统 因此我们俄国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应该比较容易 我们不需要像恩格斯那样保守 那么1929年苏联就开始搞全盘集体化 但是和斯大林讲的恰恰相反 俄国农民反抗集体化 可以说是非常强烈 是吧 传盘集体化从1929年到1932年这几年 苏联的农村几乎是处在一个战争状态 仅仅福尔加河流域一地 1930年就有70多万农民卷入叛乱 苏联红军曾经最多一次出动过三万多正规军 包括飞机坦克都用上去对付农民 而且发生了很多次红军的滑变 因为红军本身也是农民 是穿军装的农民 这么对付农民 他们也觉得很受不了 而且后来集体化终于实现 但是代价非常沉重 大家知道在集体化过程中 农民为了不把财产留给集体农村 几乎杀光了他们的牲畜 集体化以后 苏联的农业一直到1953年 都没有恢复到沙皇时期的水平 这是生产没有恢复到 但是粮食的增购远远超过 这真是像斯大林讲的那样 集体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解决了向城市供应粮食的问题 这时候农民不种是不可能了 因为都是把你都圈起来了 你不种也得种 而且种下来的东西 直接就装到公家仓库里头 想运多少就运多少 这个就不会碰到那个抵制的问题 而且即使是饿死了多少人 也还是可以运出大量的粮食 那么这一点很有效率 但是这个集体化的代价 是相当惨重的 那么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经验 1956年1955年 中国要搞集体化的时候 很多苏联专家是反对的 他们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 他们说我们俄罗斯的农民 自古以来就是 春色土地所有制 自古以来就有集体主义传统 而我们要搞集体农庄 况且这么困难 农民反抗那么厉害 你们中国农民 和我们俄国不一样 倒是和恩格斯奖的西欧农民 有点类似 你们的农民 自古以来就是小私有者 用毛主席的话来讲 人民公社好 好在一是大二是公 这就是所谓一大二公 而我们原来的农民 是一小二师 那么那些苏联专家说 我们的农村公社社员 要变成集体农庄 尚且那么困难 你们的一小二师的农民 变成一大二公 怎么可能呢 是吧 但是事实证明 他们不太了解中国 毛泽东应该说 比他们更了解中国 那么毛泽东没有听他们的 他还是搞了集体化 而且最终结果发现 中国农民接受集体化 要比俄国农民 阻力更小 这倒不是说 中国农民喜欢集体化 应该说 中国农民并不喜欢集体化 但是他们没有能力 抵制集体化 集体化在中国 比当年的俄国 要顺利的多 是吧 在集体化期间 中国也发生过农潮 是吧 在中国的一些地区 发生过 这个农民反对强迫入市 要求退市 是吧 在1955年到1956年期间 是吧 尤其是东南远海 江苏的泰县 浙江的仙居 广东的中山 林山 这些地区都发生过 那个农潮 最严重的浙江泰州 曾经出现过 3000多农民 跑到县城 把公安局都砸了 闹得不可开交 是吧 这个事件 但是总体来讲 比俄罗斯 比当年的苏联 要轻得多 中国 平息这些农潮 也比较容易 一直就 没有动用正规军 那么为什么 一小二师的农民 变成一大二公 反而比较容易 俄国有集体 有集体主义 传统的农民 接受集体农庄 反而 那么困难呢 这一点 是苏联专家 不能理解的 是吧 苏联专家说 我们的农民 是集体主义者 是吧 他们接受 集体化 还那么难 是吧 你们 中国农民 本来就是 一小二师 是吧 怎么能那么快 就变成一大二公了呢 是吧 关于这一点 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为什么中国的小农 比俄国的传统春色社员 更异于 被集体化呢 其实我觉得 关键就在于 中国和苏俄土改 是不一样的 苏俄的土改 是农民自发搞的 主要就是表现为 农村公社的扩张 是吧 把三俄时期 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出现的这个 私有土地 都给没收了 是吧 把它重新变成了 传统 农村公社的土地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传统春色认同 和春色组织 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但是中国的土改 虽然和俄国的土改 都是共产党领导的 但是在这一点上 恰恰相反 是吧 这两国的土改 都把地主的土地 给搞掉了 这是共同的 但是对于 乡村小共同体的 公有土地 也就是俄国的农村公社 和中国的竹庙公产 这两种土改 完全是截然相反的态度 是吧 俄国的土改 使得农村公社 普遍化 是吧 土改以后的俄国农村 全部都是 村色土地 和以后的集体农庄相比 只是生产是由各家各户 自己进行 土地是公家的 农民也以此作为纽带 有很强的凝聚力 但是中国恰恰相反 中国通过土改 把传统农村中 并不多 但是含存在的 一点村色土地 就是所谓的 竹庙公产性质的 小共同体的土地 也给彻底搞掉了 应该说从商鞅变法以来 两千多年 中国的土地 从来没有像 土改以后的那几年那样 达到北分之北的石油化 是吧 虽然商鞅变法号称 就是搞了土地石油制 但是中国农村 一般来讲 或多或少 还是有这个 这个传统的 这个共同体财产的 这些财产彻底被搞掉 就是在土改中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仅仅隔了没几年 从北分之北的 石油 一下就变成了 一大二宫 而且你可以看到 一个有趣的现象 1955年 1956年的时候 真正发生农潮的地方 恰恰恰恰就是 恰恰都是传统时代 竹庙公产 占耕地的比重 很大的那些地区 也就是说 传统时代 小共同体认同 比较发达的那些地区 是吧 像广东的中山 林山 这个江苏的泰县 浙江的仙居等等 东南沿海地区都是这样 中国的黄河流域 华北地区 传统时代 竹庙工产就很不发达 那些地区几乎是纯私有制地区 但是恰恰是那些地区 搞集体化 特别容易 特别顺利 也没有发生什么农潮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觉得 我们可以理解 这个农潮 这个土改 它的真正的意义在什么地方 其实这个问题 还涉及到人民公社解体的时候 发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 大家知道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 联产承包责任制从1978年开始 一些农村就在自发的推行 但是我们的政府一直是不承认的 一直是不允许的 我们的政府一直是不准包财到户 一直到1980年 当时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领导人 杜仁生同志 他后来是农村改革的象征性人物 后来他是非常支持农村改革的 但是他当时一直到09 1980年 他还在农村工作通信杂志上 写过一篇文章说 包财到户绝不能允许 说这个农民一旦允许他们包财到户 很快就像堤坝开了一个缺口 很快就会把集体经济给冲垮 因此当时包财到户最早的时候 农民是冒着风险的 那么当时有一些农民 就宁可冒险也要搞 最有名的就是这个小冈村的案例了 据说小冈的18户农民 他们集体开了个会 决定要在这个事情上 同生死共患案 定了一个生死文书 所以我们现在搞包产到户 如果这个村干部 为了包产到户被上面整了 坐牢了 我们传村农民 把他们的子女养到18岁 什么等等等等 大家知道这个所谓的生死文书 盖了18个手印的文书 那么现在有一份 保留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头 但是这一份是假的 是吧 因为在小冈农民这样做的时候 他们没有一个人会想到 这个事情将来会进了博物馆 是吧 因此这个事情过了 谁也没有把这个东西留下来 是吧 最后博物馆要征集文物的时候 他们假造了一份 是吧 以至于现在就成了一个公案 但是 虽然这件文物是假的 但是这个事情 毫无疑问是真的 那么到了90年代 由于这个小冈这个事情 就引起了一场讨论 我们社科院农法所一位学者 就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小冈悖论 他说啊 小冈这个事情让人难以理解 为什么呢 他说 小冈这个故事 讲的就是一个 用集体主义精神来 瓦解集体 他说这怎么能理解呢 他说 小冈农民如果真的那么团结 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在一起生产 是吧 如果他们在一起生产 都闹不到一块 是吧 个个都要偷懒 是吧 那他们又怎么能够 同生死共患呢 是吧 签订这样一份生死文书呢 是吧 他说啊 这是很难理解的 可是 老师说 照我看 这太容易理解了 是吧 这太容易理解了 是吧 这个现象到底应该怎么理解 是吧 我想 在座的各位 是吧 不知道有什么 高见 是吧 我们现在留下一些时间 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是吧 中国的集体化 是吧 包括这个所谓的农巢 包括的这个 所谓的 这个小冈村的这个事情 是吧 它到底说明了什么 是吧 这个所谓的 小冈悖论 是吧 到底 是吧 该怎么解释 大家不知道有什么见解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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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